《不履輕盈》、體態健碩 完全不像90歲的夏特納 在10月13號這天寫下了歷史 成為有史以來最年長的太空旅行者 而這一次 他乘坐的不是電影《星際迷航》中 柯柯艦長的進取號星艦 而是藍色起源公司的新謝波德號 與夏特納同時遊太空的 還有前美國國家宇航局工程師博斯威森 臨床研究企業家德福里斯 以及藍色起源的副總裁兼工程師鮑爾斯 週三一早 興致勃勃的四人 登上了18米高的發射臺步入太空船 不過 在總共11分鐘的旅程中 四人真正處於失重狀態的時間只有3到4分鐘 在距離地面100公里的太空邊界卡曼線上短暫停留 隨後 太空艙在降落傘的保護下 徐徐安全的降落在佛州的沙漠中 當夏特納走下飛船 親自來迎接的貝索斯給了她大大的擁抱 太空旅行所帶來的巨大感官和心靈衝擊 竟讓90歲的夏特納動容落淚 今年7月 藍色起源進行了首次商業太空旅行 當時億萬富翁貝索斯和他的同胞兄弟都成為了第一批太空旅行者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佛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佛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佛